有有有 後來那個我工作結束之後我有打給他 因為差不多快起床了 然後我一打給他的時候他就跟我說 欸不是把我給甩了嗎 你在幹嘛 沒有沒有沒有什麼事 因為就是烏龍報道 我們兩個還很好沒有分手 看到就是被嚇到 因為其實我昨天一早就要有工作 然後我鬧鐘還沒醒的時候 就收到了一些朋友的簡訊 他們都沒有多說話 然後就跟我說拍拍加油 然後傳一些很安慰的貼圖 給我還想說怎麼回事 欸你分手了我怎麼不知道 我看新聞才知道 我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立刻google然後就看到了那個報道 我就想說欸怎麼會這樣 連小烏龍 你真的有在因為婚期會討論的嗎 當然是沒有 沒有 我們兩個現在就是開開心心過生活 然後兩個也都是認真工作 所以其他的話就慎其自然 我真的還好其實沒有很急 不要再說我必問 我還好現在大概我們兩個都以工作為重 我覺得可能社會會給一些女生有點壓力 好像說30歲什麼 可是我覺得對我來講 年齡就真的是一個數字 然後30歲我覺得對女生來說 其實也是一個很了解自己 應該要越來越有自信的年紀 我沒有 長求什麼一定要在幾歲之前把自己嫁掉 新聞出來之後有讓你們去討論說 欸可能我們真的結婚之後 之類的 也沒有耶 我們也不太會討論到這些事情 因為就我們兩個現在都蠻開心的 我們就覺得一切都神奇 我們兩個都巨蟹做了 我們個性都算是蠻溫和的 所以其實平常也不太 吵不太起來 沒有什麼摩擦 又辣 以前有吵過架 但我們很少很少吵架 所以為了什麼事情會吵架 蛤我有點忘記了 我想想看會為什麼吵架 它好難喔 不是很少時間陪你嗎 這都還好 對 對 下一次 小真實 我覺得它可能 一個人想要去那一個人想要去那 我覺得有一點意見不好 對 但我們真的蠻少吵架 小小抹擦桌子 我自己會笑吵 所以也不太需要說道歉太好 他也算是一個蠻浪漫的人 所以有的時候他會突如其來給你一個小禁忌 突然送你一個小禮物 然後就寫一個小卡片 但沒有什麼特別的長口 或是特別的堅韌 我們兩個本來喜歡這樣子 可以唱的 比較自然的部分 寫歌給你之類的嗎 寫歌給你 應該是有 有寫過嗎 對 是可以講嗎 還不能公開 對 但是下一張分別人請 這個就請大家試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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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